在看影片之前提醒你 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由国盟执政 伊斯兰党主导的州政府 最近接连传出 他们在施政作风上面 越来越保守的事件 比如说上个周末 邓家楼首府刮啦邓家楼的关帝庙 就因为举办了仇神歌台活动 被当地的市议会禁止女歌手登台表演 引起华社热议 那么事情发酵之后 邓州政府也阐明 娱乐指南 虽然是有允许非穆斯林女性上台表演 但是他们说只限于室内场合演出 那么在室外的表演呢 还是不行的 那瓜登仇神歌台风波平息后 同样位于登州的干马晚 昨晚就举办了一年一度的中元节活动 并安排男女歌手及舞蹈员登台表演 那与往年不同的是 今年的演出形式严格遵守了当局的娱乐指南 比如表演者在服装方面穿上了长裤 长袜和长靴 从现场的照片还看得到 为了确保渝兰盛会能够顺利进行 主办方呢 他们在一个空置的私人场地 搭起了一个帐篷 打造的是室内的舞台 并且呢 在场地外围还挂上一个 用马来文来注明禁止穆斯林进入的红色横幅 那除此之外呢 主办单位也跟往年一样了 聘请了瑞拉志愿警卫团到场助手 以确保秩序 避免穆斯林误入会场 同时呢 也有警员到场巡视和维持治安 那云兰盛会筹委会主席陈光明 在接受中国报采访时表示 中元节活动已经连续举办12年了 每年都获得当地警方 干马晚市议会及消整局的批准 从来没有遇到官员的刁难 他还重申 筹委会每年都严格遵守市议会 发出的活动条款 包括张贴禁止穆斯林 进入活动场地的告示 不过今年的横幅会做得特别大张 特别显眼 以避免引起不必要的争议 好了 这是筹委会主席的说法 另外呢 负责安排歌舞团演出的策划人 黄先生在受访时也透露 今年在当地的演出 比如说服装啊 表演内容上啊 他们通通做了调整啊 好吧 包括了三名女歌手 他们将会穿着长袖衣长裙 舞蹈表演呢 也会更加的保守 避免那些过多热辣 或者是动感的舞蹈动作了 那黄先生还说呢 今后如果有类似的演出邀请啊 他将会建立主办方 不如邀请男歌手来助唱为主好了 以减少有可能会引发的争议和麻烦啊 那除了登加楼 另一个由伊斯兰党执政的州署 吉打也在举行演唱会方面设下了限制 吉打大臣沙努西昨天出席 吉打旅游年推荐理事强调 只要符合州政府规定 演唱会还是可以在州内举办的 不过必须严格遵守特定的条件 不过必须严格遵守特定条件 什么条件呢 首先如果是以前的话 演唱会呢 必须获得宪署官员批准之后才可以举行 但现在呢 是必须要获得州行政议员批准才可以举行啊 那再来就是禁止在舞台上有不雅行为 以及确保表演者的穿着和表演内容 符合当地的文化和道德规范 沙努西进一步表明 虽然演唱会没有被全面禁止 但是不管是男艺人还是女艺人都好 都不可以性感演出 因为这不符合吉打州的习俗和文化 那么按照沙努西的话说 如果你想在吉打演出 就要把一幅传讨好喽 把一幅传到エロエロ这样喽 只要遵守特定条件 那么吉打州政府呢 还是会批准演唱会的申请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